兄弟们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啊 当一对奥特曼抱团作战的时候 究竟怎么合理分配他们的位置 才能达到1加1大约2的效果呢 这个时候职业的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奥特曼中的职业有很多呀 有主要辅助的蓝左奥 也有负责前线作战的红左奥 但如果咱们按照游戏中的刺客射手等职业来划分 你知道在这之中最强的奥特曼都是哪些吗 首先最强刺客赛罗 一个优秀的刺客除了输出爆炸带飞全场之外 还得拥有极强的打局官 当队友出现危险时能及时赶来救援 而咱们的赛罗恰好是完美符合上面这些条件的人选 论输出他是光之国卸军在名副其实的第一战斗力 常年活跃在第一线目说战绩也是长得吓人 拳打贝蒂亚脚踢小金人 以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光之国安保部的KPI 一手揪光形态更是直接和其他奥特曼拉开了弹档极位的差距 正是因为有他的出现 才使得光之国在与阿布索勒特一族的战斗中 持续保持优势局面 论支援的话赛罗就更是重量级了 自从解锁了帕拉吉之盾之后 赛罗就经常游走于各个平行宇宙 帮助先生的奥特曼解决了不少危机 甚至到了杰德时期 赛罗认识把客场完成了主场 通过了杰德的粮食一友 最后的大战中更是舍身主义 帮助杰德通关了TV副本 也正是因为赛罗只能打打的职业能力 才被先生的重要共同为精神领袖 第二个最强辅助格力强 老话说一场团战的陈与败 关键就看自家服务固个玩 会玩的辅助直接统领全场的进攻节奏 带队友打出优势局面 不互玩的辅助直接团战友善行出485的天然烈士 因此辅助这个位置就显得直观重要 而在奥特曼世界的众多辅助中 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 尤其只有格力强能做到 作为一个辅助来说 格力强几乎具备了一个优秀辅助 该有的全部技能 他的格力强屏障的防御力 在射箭里是两位哥哥的5倍 很轻松挡下了脱离架的攻击 格力强治愈术更是可以在团战中 帮助他化成超级奶妈 躲在火防无限的队友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手AOE技能 格力强治愈爆裂 通过释放体内灭藏的能量 从前身放射波斗 向速度扩散 拥有净化血气 驱递敌人 治疗队友 强化力量等多重效果 此消避霜之下 大幅提高几方的胜率 看成是团战大杀招了 但这些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格力强居然还拥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参方路赛罗参与营救优点的计划 并且还凭借自身实力击败的 树脱量产结论 实力相比于一般的杂牌 可以说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因此综合看下来 这么一个又能奶又能打的恐怖化 在团战中绝对是飞奔必须的存在 第三个最强战士迪迦 作为团队中 兼顾输出与抗决战能力的角色 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 在持续输出的同时 还得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大部分的奥特曼 几乎都是扮演战士练的角色 可要从中挑出一位最强者 大德还是选择迪迪迦 迪迪迦的输出能力也不必多说 三兆形态的丝滑切换 每一秒都能给你带来不同的艾达体验 就算整体输出能力比不上一些纠结 但也绝对算上是上流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输出能力只能算上游 那么迪迦凭什么能拿下最强战士的头衔呢 那必然是靠顶级的生存能力的 大伙肯定要说了 迪迦在TV里也吃了不少编码 甚至还被迪迦迪迦打回了十项状态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 阿德只能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迪迦迪迦迪迦虽然确实打死的底价步架 可你想想他们之后面对的都是啥 哪可是闪迪啊 极致微信的代表 与神似之一的诺亚共享同一设定的男人 你有几条命感就碰这么一个变态 这就几乎相当于 在死后100%套上一层复活甲的同时 还能超级加倍自身的格项手心了 别的不多说 你就说团队中混进了这么一个大佬 来炸鱼塘换你 高不高兴吧 第四个最强坦克雷欧兄弟 则塔 由于说一样 奥特曼中能抗伤害的有很多 比如泰塔斯 布莱泽等等 但这样说能担得起最强之名的 还得起雷欧兄弟和则塔 雷欧兄弟不必多说 一个常年在全赛赛文手里 接受非人的地狱特训 包括但不限于 敌边虐待 拳打脚踢 吉普射创等等 硬是给雷欧摩练出了一副钢筋贴骨 而他的弟弟阿斯特拉更是重量级 在应接了王国内部光线的招生后 还能跟个没事人一样 全程蓝灯 他与雪山打量 抗击塔能力简直堪称变态 相比这下 咱们的泽塔觉得算是天赋型选手 菜鸟练习生时期 就敢跟着路尤斯和泰家去出任务 并且还在战斗中 硬持了截盾17-80级超度获得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17发 虽说这只是量产决盾 但能扛下17发火车的 绝对也不是一般人 稍加训乱一下 未来能念成金正照铁不上也说不定 第五个最强法师艾斯 作为团队中 主要依靠技能进行输出的选手 技能的数量和伤害 基本决定了这个英雄的上限 而在奥特曼中能担得起最强法师称号的 毫无疑问 得是咱们的法王艾斯了 根据阿泽的不完全统计 光艾斯目前展示过的技能 就已经达到了65种 看成是奥特曼之罪 光是断头刀的玩法 艾斯就开发了6种之多 横着切 竖着切 交叉着切 从此之外 艾斯还可以手持断头刀 从远程法师 转之为近战屠夫 朝着对手的头上就是一顿靴 当然了 别的技能方面 艾斯也是不谎多让 各种技能连招 在艾斯的手上 可以说是玩出花来了 客串泽塔时 更是上演了一连串的技能爆菜名 得亏对面是史诗级加强版的巴拉巴 但凡换个其他怪兽 估计骨灰都已经被羊了吧 第六个 最强射手 轰马 说实话 无论是哪个版本 射手这个位置 都是团队中相对孤儿的一个 话语好那倒还好说 话语对不好的 基本上就是小废五个 纯纯拖后腿的存在 奥特曼中也是如此 纯走射手位的不多 矮子里面挑将军的话 也就风马合适了 风马的战斗方式 主要以速度拉开身为优势 随即达到远程输出 消耗对手的效果 只顾美中不足的是 风马的身板还是太脆了 基本上被贴身就没啥办法了 通俗意的那样就是 我可以试误无数次 而你只能试误一次 不过鉴于目前整体大环节来说 射手的位置并不适象 常如射手位最强的风马 也不得不在很多的时候 和敌人贴身近战 导致它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除非后期版本有加强 不然风马也只能是 团队中凑数的存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新型的兄弟们估计也发现了 本次的榜单并不包含神势 没啥原因 就是这几个B太超模了 那么问题来了 幻兽阵营究竟要排出什么样的阵容 才能与奥特曼阵营相对抗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